为了推广台美学生交流并提升国内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以及美国第二三代华裔子弟的中文表达技巧,网无文教基金会从2021年9月开始邀请了湾区多所出高中的华裔学生参加线上特别加强班教学,至今已经进入第三年,参与的学校包括北市康宁国校,新北市卢州国校和嘉一县系顶国校。 在2023年6月5日的晚间,基金会举办了线上成果分享会,表彰了湾区高中、小老师们,并颁发全勤奖及教学优良奖,由基金会执行常王俊明主持,并邀请了金山湾区华侨文教中心主任庄雅淑,乔务委员魏德甄等贵宾出席,同时也有指导老师龙瑞兰、林淑贤、吴济芳,以及顾问王志梅参加。 这一两年是非常火红的一个项目,学习能力很强,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不会惊讶,再过一两年后,它可能飞得更快,学得更快。 所以说我希望各位同学,包括你们自己,也可以鼓励你们的学生,我们要跟现代的科技相结合,然后让它成为我们学习的工具。 目前台湾政府正积极在推动国家的双语政策,那乔会呢,也积极配合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呢,希望能够促成国际数位学办的计划,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基金会这边,也积极来响应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在分享会上,参与这个计划的弯曲高中,小老师们,也分享了他们的教学心得。 此外,卢州国小和康宁国小也分别制作了影片,表达他们对这个计划的感谢和学习成效。 参与此活动的师生及家长希望基金会能够继续支持并扩大这样的交流计划,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受益并享受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黄本初采访报导。